好了,我们出发了 从扬州出发,现在往镇江方向走 因为镇江有一个屠居的营地 我们就在镇江住一天 然后白天去镇江的古城转一转 趁现在今天是周末工作相对较少一些 转一下 从北方来到南方真的是非常舒服 满眼绿色 现在北京到山东那一段全都是没有树叶的 这边还都是绿的呢 而且现在本身我自己还穿短袖 好了,我已经到达镇江 我们现在停在镇江的南山的停车场里 现在整个的外边温度和物理温度都是24度 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 我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穿短袖了 好,出去溜达溜达 看看,带大家看看南山景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停车场非常好 外面风景也非常棒 天气非常好 哎呀,南方就是好天气 而且这个湖面是在停车场并没有在景区里边 看这红叶 看这红叶 太舒服了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看看这里的停车规定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让房车过夜 或者说是性价比怎么样 如果性价比OK 今天就在这不动了 进去转出去 而且我觉得这草坪也特别好 我们找到了停车的规定了 这个蓝牌车 白天5块 晚上4块 这一天就是9块钱 进来一次9块钱 我觉得相当合算 完全可以在这里 驻车 一会打个标记点 哎呀 这个南山的停车场的环境是真好 这个不用进景区 在景区外边已经是非常棒的景色了 我看大家都没有到里边去 都在外边玩 这露营的感觉特别好 今天晚上就住这吧 看后边 草坪都还滤着呢 小朋友们 好多呀 这时候突然 想自己家孩子了 要是这次他们能跟我出来 那就太棒了 就太多他们可以玩的了 现在北京特别冷 然后 这个并不是那么的舒服 南方人比 北方人舒服太多 这个季节仍然可以露营 看这么多大帐篷 这好像是 春秋两季的北京 现在北京已经正式进入冬天了 这时候显示出来有房车的好了 真的是可以像候鸟一样 跟着季节走 跟着阳光走 享受最舒服的天气 欣赏最美的景色 这一点都不像南方 这红山树怎么那么像 北方的大森林里的样子 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房车是可以开到这边上来的 等晚上这些小车走了之后 我准备把房车开到这草坪边 这片草坪可就真的是独享了 反正想想就美了 看你几个学画画的小朋友 在这种景色里 学画画太容易精进了 颜色这么多 用色上肯定会 不同于常人的 来窥探一下画的是什么 可能刚刚开始 当你看到我的车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点有多舒服了 这就是那湖 我原来以为那个湖是收费区域的 所以说应该过不去的 但突然发现 这整个公园都是免费的 全都是无障碍的进入 我的车就停在了 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有人在看了 好了五点了 然后准备进趟城吧 这里离城里大概五公里 准备去下这里比较有名的叫什么西津杜 好了我这已经打车来到了西津杜了 哇这个西津杜开发的非常的好啊 现在已经全部商业化 有点这个大理古城的意思 比大理古城更精致一些 五十山洋人 也有九十山洋人 四六六会讲话 变成九十山洋人 五十山洋人 也有九十山洋人 最高兴之最上路路 九十山洋人 五十山洋人 也有九十山洋人 趁阿爸见 这地北面 有九十山洋人 五十山洋人 也有九十山洋人 五最久五最子后 九十山洋人 听你做的 我偷走过去 三个海 这港东国的鸡 这人家都吃 我哪个 快快都是老婆里面的 吃虽然 吃虽然配上来 就是身杖国家民 六十民 香肠民 还有江四肖民 搭配长具牛肚肥肠 还有油化民 一多种难以後 就吃种巴小鸡神斜 那么多锅盖面都没人 就这家满满的 来了就尝一口吧 这锅里还真仓一锅盖 锅盖估计是能来压入送床的水 这是今天的晚餐 鲜鱼锅盖面 李嫂子人太多了 这个鲜鱼面他们叫长鱼面 价格并不贵 25一碗面还是很筋道滑坛 味道不错 汤口有点微甜 然后口感很好 我觉得是一碗好吃的面 大家来的话可以来尝尝 看你做了 有头发我才三个黑 在港东固的鱼 鱼子人才十七 去做 这这个鱼鱼 craft 很精彩的